HELLO 大家好,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年是PC市場最混亂的一年 本來應該是Xbox還有PS5大放異彩的時刻 但卻因為全球的晶片荒而雷聲大於點小 當然那兩台主機也不至於像顯卡一樣完全買不到啦 至少相對比較少人是在購物網站學顯卡一樣 用機器人在那邊搶 那我身為一個從國小就是玩Xbox的人 Xbox雖然在亞洲地區完全的比不上S系列 但是讓我選的話我...兩個都要 總之我是自認對Xbox有愛啦 但是要我用黃牛架買是想都別想 而且現在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玩的 買一台專玩電動的家用主機 似乎對我也不是那麼划算 所以我打算來組一台能玩又能工作 然後長得又像Xbox Series X的ITX主機好了 在安裝之前我們先來看看用了哪些零件吧 首先CPU弄來了一顆Intel第11代的i5-11500QS版 雖然這一代的i9被有些人認為是浪費沙子 但是i5還是蠻有競爭力的 6核心12執行序 單核性能相較上一代也有所提升 更加的適合打遊戲 隔壁的AMD差不多性能的R5-5600X還要快要9000塊的售價 有時候還會缺貨 那這顆i5-11500只要6700塊左右 而且在顯卡短缺的時候還帶有新一代的UHD750內顯 比起上一代的UHD630效能是進步不少 打LOW的話特效全開以及日常使用看片都沒有什麼問題 香味還是蠻重的 CPU散熱器選用Be Quiet的Shadow Rock LP 它擁有TDP-130W的解熱能力 壓制i5綽綽有餘 甚至未來升級到i5K版的超頻CPU 或者是i7、i9非K版都還能應付 外觀乍看之下是下吹式散熱器 實際上則是類似於塔散的設計 只是把塔的擺放方式轉了90度 這麼做的好處是它變得像下吹式的高度不佔空間 然後又能擁有接近一般塔散的冷卻能力 特別適合這種ITX小機箱使用 雖然它的體積比起其他散熱器並不算大 但是放在小主機板上卻像是旁然大物 所以說大小是比較出來的 各位男性朋友們不要太灰心 再來主機板是ASRock B560M ITX AC Intel終於將記憶體超頻的功能下放到B560了 這張ASRock B560M ITX AC雖然僅有六項供電 但是應付這顆i5-11500還是綽綽有餘啦 而且主機板本身還自帶了802.11ac的Wi-Fi 售價才3790元 不選它我也不知道要選誰了 顯示卡這次選擇了ZOTEC GAMING的 GeForce RTX 3060 TwinEdge OC 核心採用了NVIDIA最新的安培架構 散熱的部分則是ZOTEC稱之為 iStorm 2.0的冷卻系統 新型的風扇和特大面積的鋁製散熱器片 雙風扇就能達到優秀的散熱效果 低溫時時風扇不但會自動停轉 也能透過ZOTEC自家的FIRESTONE軟體監控顯卡的狀態 和控制風扇的轉速 調整出一個理想的效果 同時這張GeForce RTX 3060 雖然比起其他三風扇的卡短小 但也有背板的強化 所以不論顯卡總有擺放 都可以大幅的減少PCB彎曲的可能性 整體的表現方面與上一代的GeForce RTX 2070 Super平起平坐 但是它卻擁有更大的12G GDDR6顯示記憶體 再來選它還有一點 就是Xbox的遊戲性能與它最接近 但是比起家用主機 GeForce RTX 3060 又能升任更多像是剪片或者3D的工作 記憶體則是使用Edita XPGS Batrix D50 DDR4 3200 16G x 2 唯美的迷戀白外觀沒有浮誇厚重的裝甲散熱片 取而代之的是高雅整齊的方正視覺以及柔和的RGB燈光 迷人的外觀底下藏著DDR4 3200 CL16的DM10記憶體顆粒 這樣的規格還是有非常多的超頻空間的 話說雖然沒有什麼遊戲吃得到那麼多的記憶體 但選擇插到32G的考量 還是為了讓這台主機不只能為了遊戲 我日常的各種工作也能應付自如 SSD則是使用了Edita XPG Gamix S50 Lite 1TB 身為一條入門款的PCIe 4.0 SSD 讀3900Mbps且3200Mbps的速度雖然比上不足 但是比起下面的PCIe 3.0還是非常有餘的 3799元的售價跟PCIe 3.0的SSD幾乎無異 外觀上它除了本體之外還有一片銀色的髮絲紋散熱片 造型非常百搭 剛好非常契合我這片AZB560M ITX AC主機板 就算你的電腦只有PCIe 3.0 我覺得你也可以考慮看看這片SSD 畢竟它並沒有比較貴 未來也能無痛升級到新電腦 非常划算 機殼這次採用DarkFlash的DLH21 ITX黑色機殼 不知道為什麼我第一眼看到這個機殼的時候 我腦中就是浮現了Xbox的影子 可能是因為都是黑色方方正正的吧 一看到它腦袋裡馬上就浮現了主這台Xbox 3060的想法 DLH21最高可以支援到13.4公分的空冷或者是240的水冷 顯卡最長也可以支援到32公分 雖然是ITX的機殼 但整體的擴充性以小機殼來說很不錯 再來它的外觀和內部的做工都還算精緻 沒有太多明顯的毛邊 底下還有一圈RGB燈光 不管白天還是黑夜都是焦點 通常ITX的機殼都會搭配SFX或者是SFXL規格的電源供應器 這次採用的是全焊金剛彈650W SFX電源供應器 650W加上金牌認證 拿來搭配i5加上3060真的是再適合不過了 而且這顆全焊的金剛彈650W是採用全模組化的扁線 對於ITX這類空間吃緊的主機來說更加適合 只要適當的理線 就能更少的影響到機殼內部的氣流流動性 電力輸出的部分 它也支援了單路12V的輸出 還有兩組的CPU供電接頭 不然要應付高端卡或者是CPU都沒有問題 CPU都沒有封嚇一個 更多的交通水 CPU都沒有封嚇到封嚇中了 CPU都沒有封嚇到封嚇中了 可以接受EVX CPUT都沒有封嚇到封嚇到封嚇這器 可以接受EVX CPUT的台式 不正確決1CPUT的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组装完成了 那不免俗等我们就来跑个分 这一代的主机版B560晶片组 最大的特色就是记忆体可以超频 我已经将记忆体开启XMP超频至DDR4-3200 CL16 由于手边没有真的Xbox 以下的跑分测试 我都附上我平常用的i9-10900K 加上RTX2080当做参考 今天我们就注重游戏和工作性能 所以纯测试的跑分我就少跑一些 这颗i5-11500Cinebench R23多核心的分数为7406分 单核心为1451分 参考的i9-10900K多核心为15232分 单核心为1320分 看得出第11代Intel在单核的进步幅度还是很大的 i5都能超过i9 而记忆体测试读取速度为46388MB每秒 写入速度则为45767MB每秒 延迟的话则是56.6MB表现的话算是非常的好 游戏的话由于我只有2K的萤幕 所以就测试了1080P和2K两个情况下的帧数 1080P解析度下极限竞速地平线4特效全开 i5-11500加上GeForce RTX3060平均大约是153帧 而i9-10900K加上2080则是160帧 2K的解析度下 i5-11500加3060可以跑到123帧 i9-10900K加上2080大约是125帧 说实话的话差距还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 在测试PUBG 1080P以下 i5-11500加上3060可以跑到110帧 而i5-10900K加上2080则是140帧 2K解析度下 i5-11500加3060可以跑80帧 i9-10900K加上2080则是120帧 老牌测试软体GTA5 1080P以下i5-11500加上3060平均是78帧 而10900K加上2080则是101帧 2K解析度下i5-11500加上3060平均是50帧 i9-10900K加上2080则是67帧 最后则是Cyberpunk 2077 光追加上DLSS开启的情况下 1080P的i5-11500加上3060可以跑到57帧 而i9-10900K加上2080则是60帧 2K的解析度下 i5-11500加上3060可以跑46帧 i9-10900K加上2080则是50帧 虽然说很多的游戏没有办法稳定在60帧 但是因为都是在特效全开的情况下测试 我自己目测是觉得已经够流畅了 至少都是能保持在优良的游戏体验 如果想要更高的帧数 调低一点画质就可以轻松的达到 接下来实际应用测试 使用Premiere输出同一段影片 为了方便减少硬碟读取素材速度上的误差 我将档案都存在了这颗Adata的SE770G外接式SSD 它有用每秒1000Mbps的读取 还有每秒800Mbps的写入速度 加上是USB3.2 Gen2 10G的界面 拿来存这种大容量的影片素材 或者是游戏都格外适合 在大约7分钟的108MP素材汇出测试中 Intel i5-1500加上Zotac Gaming GeForce RTX 3060 花费了78秒 而i9-10900K加上2080 花费则是56秒 看得出核心的数量还是非常有差异的 接下来我也测试了Blender 3D的渲染速度 同一张图i5-1500加上3060 花费93秒 i9-10900K加上2080 则是花费98秒 仅使用GeForce RTX 3060 花费97秒 仅使用GeForce RTX 2080 则是花费117秒 我是真没想到30系列的显卡 在3D渲染中这么厉害 看来这台Xbox 3060小主机 在任何的应用场景都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算了一下 如果想要组这台电脑的话 大概是需要花费41,168元左右 组完上网看了一下Xbox的游戏性能评测 发现纯打游戏的话 其实真的Xbox好像挺划算的 一半的价格就有差不多的游戏性能 但这台伪Xbox的优势在于 它能升任的工作真的是比真的Xbox多太多了 用它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但绝对不是挖框那种价值哦 这种小饥渴本身散热就相对大饥渴吃紧了 再拿来挖框的话估计是 还没赚回本,零件先入坟 如潮玩客的健哥所说 挖框容易让人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 如果你是用黄牛架买到显卡的人 那小挖一点回本就好 现在的PC市场已经被挖框搞得有点畸形了 每张显卡都很宝贵 像GeForce RTX 3060这种好卡 我们还是拿来好好的玩游戏跟工作就好了 毕竟挖框真的就是拿能源还有显卡的寿命 去换一个大家说有价值的东西而已 如果你真的看好虚拟货币的话 那就直接去交易投资就好了 赚的也比自己挖框的还要快 如果不敢直接买想要靠挖的 那就是有一点点投机的心态了 所以想要挖框之前还是三思而后行 免得到时候赔了显卡又赔币 最后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Enterbox 想要看更多科技的开箱内容 可以继续关注我们频道 那我是Hack 我们下次见 掰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